我们现在讲第二部分 就是预算考核体系的搭建的思路和方法 既然我们知道了 整个预算考核 它的意义和作用是什么 预算考核 它本身用一句话来表达是什么样的 现在我们用一个体系的方式告诉大家 预算考评整个框架怎么来搭 首先我们需要对公司 各家预算责任主体进行一个分类 什么叫分类呢 我举个例子来讲 你对经营规模比较大 利润的贡献比较多 现金流的消耗比较大的 那种大体量的公司进行考核的时候 你的整个考核的重点 考核的维度 考核的加扣分的标准 应该和那些小体量的公司区别开来 为什么要区别开 在经营当中有一个最大的特征 当我的规模到了一定水平的时候 我整个公司的经营管理的方式 和我的难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2000万的公司和4000万的公司 或者和6000万的公司之间 是天壤之别 大家不要觉得只是一个数量的增加而已 如果你经历过这种不同的公司 你是完全能感觉到的 2000万的公司是2000万的管法 8000万的公司是完全不一样 当他如果做到一个亿两个亿 那个公司的整个管理的体系 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他所表达出来的预算指标 和那些小公司所表达出来预算指标 含义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得给他进行怎么样 分类 什么叫分类 我按照综合贡献率来进行分类 什么叫综合贡献率 我给大家讲一遍就知道怎么算了 每家公司都有他的收入目标 利润目标 这个是根据他的预算目标来的 收入目标 利润目标 那么我相信就能算出他的收入权重 和净利润权重 什么叫收入权重 1200万是一公司的收入的目标 而这家公司总的预算的目标是 1.1299亿 1.13亿 那么我用1200万除以11299这个数 那么算出来 他的收入权重就是10.6% 看到了吗 10.6% 同样的道理 我可以把所有权重算出来 记住了 所有权重相价一定等于100% 你说如果不等于100%呢 那就算错了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收入权重这么算 净利润权重也是这么算 算出来以后 你再设置一个权重的大小的比例 比如说我认为收入 对于我这家公司来讲 已经不是那么大的问题了 我不知道他看得那么重 我给他设置一个30%的权重 我给我的净利润设置一个70%的权重 也就是说我认为净利润的贡献 对我这个整体来讲更重要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设置三期开 三期开 那么你在进行一公司的 综合贡献率的计算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10.6生意30% 再加上10.3生意70% 最后计算出来的就是综合贡献率 10.4% 这就是一公司在整个预算体系当中 他所承担的责任有多大 10.4% 大吗 比较大 十分之一都是他 这么多公司 OK 那我同样的道理 我可以把每家公司的贡献率 都计算出来 当我把这些东西都计算出来以后 他们相加也应该是百分之百 这是第一步讲了这么多 最关键的是你要进行分类 什么叫分类 比如说我认为 10%以下的这一群兄弟 他们是第三党 10%到15%这一群的兄弟 他们是第二党 百分之十五以上的这一群兄弟 他们是第一党 也就是说在整个分党当中 我把它区分成了承担责任比较大的 这个十五以上的一群 然后赤字的是百分之十到十五的一群 然后以及百分之十的这一群 分党应该怎么来表现你的这一个合理性呢 一般来说你的分党应该是不要超过四个党位 如果超过四个党位 那么你在考核的时候难度就比较大 你分类的东西太多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在进行分类的时候 要根据你们公司的情况来 什么叫公司的情况来 你们公司如果差异特别大 比如说一群大公司和一群小公司 小公司小到全部加起来 它的综合贡献力都达不到10% 可能有好多加 那么这个时候你在对它进行分的意义就不大了 你就直接按照大公司和小公司两波 分开进行考评就行了 明白了吗 这个分开以后的目的是在给它进行加分和扣分的时候 制定一个方向 比如说像这种一类公司 它能够在百分之十五以上 作为整个公司最重要的收度和利润贡献的部分 那么我在进行加分的时候 它完成一个百分点超一个百分点的利润 我可能会给它加五分 而对于这种小公司来讲 它超过一个百分点 我可能只给它加两分 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了吗 OK 这是第一个啊 对你整个公司进行分类 第二部分 把你的预算指标体系 考核的体系搭建出来 比如说经营类有什么 管理类有什么 在经营类当中 市场的生产的财务的分别有哪些指标 这些指标怎么设置 它我给各位朋友讲一下 你不用去记忆这张表当中的内容 而是要根据你们公司 经营管理的重点和预算 要放到的聚焦的这个主线上面去 你觉得你们公司在2018年 应该在哪些方面聚焦 或者你们公司的管理层 已经制定了这一个方向 那么你在考核的时候 就一定要把这个指标引入进去 如果你不把这个指标引入进去 那么你整个考核怎么样 没有体现出管理层 经营的思想和重点 这个东西只是暂时给大家看 唯一要记住的是 经营相关的指标和管理相关的指标 你怎么来设置分数 比如说一百分当中 有八十分的权重是交给了经营相关的 有二十分的权重是交给了管理相关的 OK那这么一来的话 你就应该干一个事情 什么事情 你就应该告诉下属被考核的单位或者部门 在哪些地方是你们的重点 在哪些地方是你们要注意的 哪些地方你们可以根据你们实际的情况 自由的决定 这就是根据权重所体现出来的 其实你把这个权重一展示出来 别人自己都知道应该我怎么做 比如说你的大权重是放在市场里当中的 新增收入目标 绝对的 当然的 这些公司一定会把这个指标看得非常重 他甚至会舍弃一些其他的指标来保证这个指标 这就是你预算考核的什么导向 明白了呗 OK 那么你要把这个预算指标体系搭建起来是第二步 第三个 这些预算指标 你在选择和考虑的时候 还有一种思路方法 比如说你们公司有各种各样的这些资产负债了 然后损益的这些项目了 那么你会说老师你刚才讲了我怎么去适量和定义 有个简单的方法 比如说你公司老板特别重视流动资产的周转的效率 那么你就要想了我的整个流动资产包括哪些啊 那我的整个流动资产的周转效率跟什么还相关啊 那就是我的收入还有关系 那么既然我的流动资产和收入相关 那么我就会考虑到的是具体的资金周转率啊 应收周转率啊 存货周转率啊 这些具体的内容 如果你们老板说公司 存货的周转的效率是影响我们整个公司的关键 那么你在2018年的预算考核指标设定的时候 记住了就会把存货周转率放进去 这个思想是告诉大家一个思路 我不挨个举例了 你只要知道了公司重点放在了 那么你在设置指标的时候 无非就是通过你的财务专业 把它转化成一个将来可以测定的 具体的一个标准而已 明白了吗 这是对我们讲的整个预算指标体系的一个补充 还有一个重要的 是要把你的整个预算考核指标的这个体系当中的分数架构 和考核的具体内容展示出来 比如说你在今年选定了这么几个重要的预算的内容 收入 毛利率 净利润 经营活动进现金流 还有预算执行进度 以及应收账款 占收比 比如说就选了这么几个清晰明了的 选出来以后 你说我的收入在整个权种当中要占到20分 也就是说我收入相关的指标 在100分里面占20% 但这20%不一定全部是一个收入的 我还要进行分 怎么分呢 其中我的总收入占多少分 某些业务具体的对应的收入占多少分 为什么要进行这个分类 因为你除了要关注总的收入是怎么样的 你还关心 我在总的收入当中 来自于某个客户 来自于某个业务 来自于某个区域 我的收入今年有个什么样的目标 我讲这个的时候 各位朋友应该有反映出 我们在课程式当中讲到的 预算的模型打件当中 收入预算模型那个地方 具体每个项目应该怎么去设置它 你从哪取数 实际上在那个地方已经明确了 来自于什么样的业务 什么样的客户的收入 应该怎么样去把握 而你相对应的在考核的时候 你怎么样 就应该对这个项目有一个 继续的考评的落地的支撑 你说我只把预算这样做出来而已 然后我不管它了 那其实意义就不大了 但是记住了 不是说每一个预算设置过程当中 都会有一个考核的指标对应它 那倒不用抓住主要的关键的内容 这个地方我是给大家举例 对于收入来讲我会分层次进行考核 OK 其他的内容依然是这样 我会用到在境内容当中既有绝对指标 也有相对指标 在毛利率当中既考核整体的 也考核某一项业务的 我后面会讲到为什么分开考核 对于你整个预算考核的把握 是有重大意义 OK 同时我还要把权重分数设置出来 从这个权重分数的设置 我们明显的感觉到了 各位 这家公司把什么看了很重 利润 收入其实也就是20分 看到了吗 而我利润占到了40分 整个100分里面利润占到了40分 其他的分数相应的还会有 我的经营活动 现金流 20分 一个单向20分 但是大家看到 我的预算执行进度和应收账款 占收比是0分 有朋友说 为什么在100分当中 0分还要写上去呢 它是0分 但并不代表它不影响考核体系 很简单的道理 我在加扣分的时候 有这两个因素的影响 你说它应该列进去吗 当然应该列进去 比如说我全年的预算执行进度 在半年度的时候 我的收入利润 必须双双过半 时间过半 任务过半 这个时候如果我没有达到 那我就可能会设置一个 预算的考核的方式 如果没有达到 一项扣一分 那么这样一来 它就进入了我的整个预算考核的体系当中 那么反过来讲 我在考核的时候 也就要求它预算的执行进度 应该怎么样体现出来 明白我说这句话的意思了吗 所以你的加分规则也相应的全部都出来了 收入二十分 最高加五分 但是怎么加 也就是说我还没有把它明确的表达出来 在哪表达 在我后面的预算考核的方案当中 或者说制度当中去体现出来 比如说每超一个百分点 我加一分 对于总收入来讲 我只加一分 这个只加一分什么意思 你完成了百分之一百五 完成了百分之两百 我也只给你加一分 因为我的想法可能是什么呢 我不需要你完成那么多的收入 我需要的是你的收入和利润同步增长 其实反过来就讲 我告诉你了 你要完成这个指标 但是你不要完成的那么多 你要控制节奏 因为你完成多年得不到好处 它自然而然就会怎么样 把这个放松 而对于分业务的收入来讲 我的加分就会高一点 因为我认为这两个业务 是将来公司的战略方向要去突破的 那么我就会把他们的分数怎么样 放大 明白了吗 这两个东西看起来很简单 其实要抓住了三个点 权重代表了你把它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你的总的导向 分项当中的每一项怎么去设置分数 也就表明了 你会在哪些细项上予以重点关注 让他们也要去关注 他们是谁 预算责任单位 而我的考核的加分规则的这个分数 则体现出了我预算的导向 我希望你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重点希望大家做好的是什么 比如说我的利润当中的 我的绝对额增长 我可以达到八分 我的净利润的增长 我的最高加分 你只能加两分 为什么我对绝对额的增长 放这么大 对净利润只放两分的原因在于 你净利率的增长 难度显然大于绝对 所以你还要考虑一个 我把这个分数放进去 别人能不能失线 你说我把净利率放一个二十分 他永远拿不到那个分数 他就会放弃掉 明白了吗 你要把你有限的分数 放到那些他能做到的 能刺激他的这些点位上去 明白我的意思了啊 所以这个预算考评指标体系 你要搭建出来 而同时你还要说明 考核周期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考核周期 我的上面那些指标 是什么时候考核一次 年度 而我的像经营活动现金流 预算执行进度 我可能是按照季度或者月度 什么意思呢 我从哪个地方取数来考核他一次 你说我的预算执行进度 我一年考一次 那有什么考的呢 那就不如不考 因为他一年完了之后 他完没完成 直接用他的预算完成率 就能表达出来 那就不需要考核 所以我是会怎么样 分季度或者分月度 看他有没有走到时间点 要求的那个位置上去 最后一个 就是考核部门 考核部门也就是 谁对这一个考核思想进行负责 来考核 解释权规则 明白了吗 这个很简单 该归哪个部门 分到哪个部门去就完了 OK 这就是咱们的预算考核当中的指标体系 怎么来打击它 接下来一个 就是咱们的考核的规则 考核规则这个地方太多了 没办法全部讲 我只能给大家讲一个思路 这个思路就是你怎么来设计 你们公司的考核的一个方案 比如说收入完成的预算目标 就得权重分 正常情况都是这样的 一百万 你完成了一百万 那么就给你相应的收入权重的分数 就像前面那个表格里面一样 二十分就给你 二十分的基础分就有了 每超过预算多少 就加零点五分 最高加多少分 这个里面的ABC选项 我把AB讲给大家听 你就明白为什么预算考核方案 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 达到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每超过预算A 比如说我是选择每超百分之一 还是每超十万 也就是说我是用一个比例 还是用一个绝对值 这个地方就有讲究了 我如果用比例很明显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大公司吃亏 小公司得利 我如果用绝对值 小公司吃亏 大公司怎么样 得利 OK 这么一来的话 我就会想到 那我到底用哪个呢 也不用纠结 因为你前面已经进行分类分档 那么分类分档的好处是什么 对大公司来讲 每超百分之一 加一分 而对于那些三档 第三类公司来讲 每超百分之一 我可能会加零点三分 为什么 我根据它的难度 系数来的 看到了吗 这就是分档的好处 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 而我最高加多少分呢 我最高加五分 或者说我最高加分 不设上限 这两个的导向完全不一样 我如果最高加五分 那么这些公司会有一个想法 我完成到多少的时候 我就不再努力了 因为你努力得不到好处了 你为什么要努力呢 这明显体现出了 我不希望公司的规模 扩得太大 我希望公司的整个规模 在有序的发展的情况下 我的利润是OK的 我的现金流相应的怎么样 也是平稳的 这是我希望的一个健康的公司 所以我不希望大家 把那么多的精力放在收入上 而且收入一旦大了 毫无疑问的 所有问题暴露出来 这些暴露出来的问题 对公司可能没有好处 全是坏处 而另外一种 加分不胜上限 说白了 你能做多大做多大 这就是导向 我希望的公司的规模 就是急速的扩张 快速的把公司的规模 做到一个体量级上面去 这就是我想的呀 所以各位你看一下 这个不同的描述 最后的结果不一样 你怎么来考虑这个问题 很简单的一个方法 你把你想象成被考核的那个人 你拿到这样一个标准 你会怎么样把自己的分数 尽量的做到最高 那么你的这个想法 就是在考核方案设计的时候 应该要考虑的 不同的思路的来源 明白我说这句话的意思了吗 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想这个问题 想出来的那个结论 就是你怎么来制定 这个考核方案的方向 OK 那么有了这么一系列的东西 你可能还需要最后一个 对整个加分内容和考核方案的 一个总体的描述 这个描述就是把你在预算 考核体系当中无法表达的 在你整个考核体系当中 无法定量的 在你整个考核体系当中 没有办法用年报的数据来进行 数据比较得出一个比例 进行加扣分的内容 补充的一个体现 比如说 各公司绩效工资总额 根据各公司年度绩效考核 得分来确定 也就是说我告诉了 大家 你的最后绩效工程能拿多少 其实和你的绩效考核 密切相关 什么意思呢 你能不能够拿到那么多的 绩效工资 核心一点 你能不能把我交给你的 预算指标完成 就这个意思 那么我的绩效考核得分 等于我经营指标考核得分 升一百分之八十 加上管理指标考核得分 升上百分之二十 这个意思就是告诉大家 我的整个考核得分 我既关注经营 也关注管理 但是你自己看清楚了 你的重点应该放到哪去 有朋友说 那我就把经营做好就行了 管理不要了 行不行 我说我这边大加分 这边扣分扣到零的无所谓 但是我还要给你补充一个内容 补充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 如果你干了这些事情 比如说虚构项目充业绩 资金帐外循环 设立小金库 违规担保 虚假贸易 这些违规的行为 那么我就不光是 绩效工资的问题了 我还可能对你的管理层 做出调杠降值免值等处理 你当然可以想办法 在规则之外 把这一部分做得很好 或者说把这一部分也搞定 但是我一旦发现你的规则之外 去玩这个游戏 那我给你的惩罚就不仅仅是 绩效工资了 我会直接怎么样 那你不要做这个岗位 大家能明白我讲的这一段好的意思了吧 绩效考核还应该加入这些内容 才能够体现是一个完整的预算的考评 现在知道怎么做了吧 第一步干什么 第二步干什么 第一步是先把公司进行分类 然后把预算指标选拔出来 然后再进行预算指标的考核的框架的搭建 搭建完以后 我还要把考核的规则制定出来 制定完以后 我还要看有没有那些东西 是在这个考核的范围之外 然后我再用语言的方式告诉大家 哪些东西是能做不能做的 最后你这个考核方案就做出来了 明白法 各位 OK 那么这是我们的第二部分